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财客按站 我是小V 今天是4月12号 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币券的新消息 全球都非常出名的投资公司 Ark Invest的创始人 Cathy Wood 就是很多人叫她木头姐 木头姐日前是出席了在美国 Miami举办的比特币2022的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 这个木头姐就对外公布 他们的公司已经完全抛售掉了 PayPal的投资 转而是投资到了CashApp这家公司 因为CashApp的支付系统 是使用Lightning Network 闪电网络来使用比特币 并且木头姐对他们的长期增长 是更加的具有信心 这个闪电网络 就是比特币的第二层解决方案 目的就是要促进更快更便宜的交易 那这个木头姐放弃了PayPal 转而加入到这个CashApp当中 也是因为CashApp他们在这个数字资产的 钱包集成方面 是采用了更全面的方法 那有了更快更便宜的交易 再加上更好使用的钱包之后 这样子应该是会令到用户们 更加的主动的自然的 想要去使用这一个App 那当然之后 这个用户量的增长 自然应该也会增长的更快 那PayPal目前是拥有7000多万个用户 并且他们的利润 大约是在8.5亿美元左右 而相比之下 在2021年的时候 这个CashApp只有4000多万的用户 但是他们的利润 就已经有20多亿美元了 那再加上日后他们的用户 是更加自然的会快速的增长 那他们的利润将会更加的可观 那Ark Invest这家投资公司 是属于眼光比较前卫 他们比较喜欢投资一些 对人类未来发展有益的相关的项目 那他们现在已经放弃掉了 像PayPal这样 虽然在全球非常有知名度 但是在加密资产融合方面 是稍微落后一点 那日后可能有更多这样子的投资公司 或者一些大资金 他们更愿意投资到一些 拥有加密资产相关产品 或者是以用户利益最大化的公司了 好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二则消息 从这个标题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稳定币的总市值 只差100亿美元 就即将要达到2000亿美元的总市值了 那这个稳定币的经济 在过去的30天 是膨胀了1.65% 这其中最大市值的就是USDT 在过去的30天内 它也是上涨了3% 那现在USDT的总市值 大约是826亿美元左右 那排在第二大的稳定币 就是USDC 它现在总市值 大约是507亿美元左右 那跟上个月比较 它是下跌了2.9% 而排在第三大的稳定币 就是BUSD 它现在的市值呢 大约是177亿美元左右 那过去30天呢 也是下跌了大约1.2% 接下来第四大的呢 也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 就是Terra的这个稳定币 UST 它在过去30天的这个市值呢 是出现了大幅的上升 是上升了15.4% 那现在UST的市值呢 大约是167亿美元了 鱼排在这个第三位的BUSD呢 只是相差一点点 也许在短时间之内呢 也许能超过BUSD 那另外呢 还有第五大的这个稳定币 就是DAI 它现在的市值呢 大约是89亿美元左右 那在过去30天呢 也是呈现了下跌 下跌了4.9% 那以上呢 就是基本上前五大稳定币的 这样的一个市值变化 那当然呢 市面上还有一些其他市值 比较小的稳定币 总的来说 就是所有的这些稳定币 加在一起的总市值呢 是呈现了一个上升的趋势 那这个稳定币市值的上升呢 就代表这个市场啊 对稳定币的需求 以及使用呢 都是在逐渐的增加 那根据这个数据统计呢 在过去的24小时内 也就是差不多一天之内呢 全球经济的交易量呢 大约是1070亿美元 而这当中呢 稳定币的交易量 就占据到了680亿美元 由此可见呢 这个稳定币啊 在全球的使用量呢 已经是占据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地位 而这当中呢 我们看到去中心化稳定币的这个使用率的增长呢 是更加的快 好了 今天节目的最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24小时内币价的发展 BTC在24小时内是下跌了5.1% 限价报40120.2美元 ETH在24小时内是下跌了5.3% 限价报3019.03美元 前20大加密货币当中呢 基本没有上升的 而下跌的最多的是SOL 24小时内是下跌了7% 限价报102.8美元 好了 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了 请大家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 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啦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